她是轰动一时的摇滚女歌手 她们是来自雪山的音乐小经理 她是使唱歌如命的姑娘 她们聊的时候跟唱的时候是两骨是铃 对 她们说我们一直很幸运 来到构式上 她们又有什么样的困惑呢 敬请收看本期构式上 我是幸运女神 阳光是静静的街坊 阳光的力量 相信天天才能够失伤 我陪你一起奔 你一起奔 祝福我每日阳光 有炙热的向往 美丽的连航 在缠络中成长 努力追梦人 散放新生活 各位好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新一期的构时尚 我是高博 大家好 我是贝贝 欢迎现场的同学们来到构时尚 好 接着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专家团队 有请心理专家清音老师 欢迎 服装专家王小灿老师 欢迎 造型专家汉一老师 欢迎三位老师 又是一个制作周期 提前倒辛苦了 谢谢你们的亲情 加盟 那今天呢 同样还是会有三位选手陆续的登场 在这里完成他们美丽的蜕变 这样吧 先通过大屏幕 来了解一下三位选手都是谁 张紫瑶雪山狼马 居子涵 他们一看都是应该是艺人 是啊 他们都自信觉得自己非常幸运的人 但是也会碰到一些困惑 所以他们都到了构时上 老规矩了 通过短片走进他们的故事 大家好 我是张紫瑶 我之前是在乐队里做主唱 我之前是比较摇滚的 很多人以为我是很高冷的 就是因为我在乐队的时候不说话 就是很酷 很冷 粉丝跟我近距离接触的时候 就会知道原来我是一个很二很二的人 所以私底下是一个很神经病的一个人 现在是比较淑女路线的 突然找不到自我 我想找到真正的那个我 我现在想让自己把之前的都撇开 让大家看着更容易靠近一点 我希望能做一个开心的 吸引人的小女生 这样子 其实一直走来 我觉得自己是比较幸运的一个人 在酒吧唱歌的时候 我可以遇到之前乐队的主创人员 然后还可以遇到猴德剑老师 然后等自己单飞的时候 又遇到我现在的这个公司 最幸运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乐队吧 它让我成长了很多 可能现在还有很多人在唱酒吧 或者是自己在跑这样子 我想跟他们说的就是 有些时候不要太冲 可能会更顺其自然一些 找到你想要的那个幸运 张紫耀欢迎你 歌唱的超级厉害 很好听的 他们是国内就是非常早 甚至是最早的一批 尝试用iPad 就这种 来来来和声 来来来伴奏 来唱 真的是很超 Lay go 好吧 Lay go 来两句吧 Lay go 来是Come 去是Go 谢谢你是Thank you 你烂到一个机制 根本无有可救 你别再接近我 因为我收够了 你提了任何要求 我都Say no 然后高潮这个 Lay go 好可听哦 好性感 她在那支自己的MV里头 自己戴个大帽的 你知道吗 原来是她的妹子 对对对 19岁就被挑了 对 其实酒吧对于我来说 也是一个很幸运的一个地方 怎么讲 这个幸运是特别逗的一件事情 你知道吗 是我们唱这个酒吧的 都是有那种翘场 你说的 你能明白吗 我知道我们这也有翘主持人 也许哪天进来一个人 把我灭掉了 然后就去翘场去了 然后就把他们给剃掉了 剃管成功 对 然后正好的那个 我们之前的乐队的那个贝斯手 他在那等说剃活 他们那时候正好前女主唱走了 他就愁呢 说哎呀 这找不着主唱了 怎么办呀 现在我在那里唱 过来找我来了 他说你有兴趣玩乐队吗 我说 什么乐队呀 他说 你玩的都Coffee的 我们玩的是原创 我当时听了之后原创 神圣的 从来没唱过 就是别人没唱过的歌 我觉得很开心 然后他就给了我一张 他们自己发的CD 我一看 这不能是骗子了吧 当时那个乐队的名字 就叫大买卖 大买卖 你知道这个乐队 好高兴 你聊了一下 好多人也会知道 就是各大类是 几乎全部 全都上 该拿的奖都拿了 差不多吧 昨时在大买卖期间 它是火力吧 你知道在中国的那个乐队的费用 是很低的 我们最早的时候 我第一次加进去的时候500块钱 一个一个一个那个 一月节 就500块钱 就是车马费也好 或什么 就500块钱 就五个人分500块钱 然后我们就半年的时间 迅速的 哭哭 跳了 四个零 四个零 这样子 火得太迅速了 也许是自己始料未及的 但是紧接着之后 你选择了退出 不光退出乐队 而且退出乐坛 这件事情是这样的 就是 你乐队 因为人多了 就是 不管你以前在和谐 等你到达了一定高度之后 就会有内部的矛盾 很多乐队都是一个境地 会迷失自我 然后就散了 特别 就是其实 后来想想很后悔 沉寂一段时间之后 你是2014年的四月 然后又带着自己的音乐 又回到了这个舞台 对 出了自己的EP 这样子 终于可以说说成就了 来 中国音乐原创金曲奖 非常厉害的 香港top中文金曲榜 持续12周推荐 还有连续四周登上了 Souho音乐的中国音乐新声榜 观众投票冠军 这几个都很厉害 所以说 它等于是迎来了自己 歌坛生涯的第二个高峰 那么在这个结果眼上 你报名来参加 购持上 说说你的困惑 因为我之前的形象是 那样的 就是很高冷 然后黑的 白的 灰的 然后不说话 因为我特别能说 我们的队长就说 你别说话 你一说话就露馅了 就怯了 就不是我们的那个样了 我就行 那我就 我就只能不说话 我就闭嘴 然后别人都觉得 我很高冷 然后就放那 就一说我是女王的 那种态度 你知道吗 之前的一个经纪人 他给我发那个 微博的四线 然后我就去了 其的时候他就说 你不是我想象的那个样 我说你想象我是什么样 就那样 没有 那个是不是就是那样的 高冷那样的 我把它拿过来 可以 可以 你高冷吗 我一定要 都是偏性感范儿的 我觉得我一定要拿一个 这个裤子 你看 它是 其实拿在手上 其实是挺普通的 然后 但它是 那个 破洞的 破洞的完了之后呢 我的那个鞋也是类似于 这样子的破洞 然后长发 大中分 然后特 就是小炎勋 特冷酷那种 小炎勋 有点摇滚 对 对 就因为那时候 虽然我们是电子乐团嘛 但是我们一样会参加很多的 大大小小的音乐节 什么的 是 就得穿着特别 那时候叫拿样 对 就必须得那样 拿着样 说话还不能 年轻人喜欢呢 说话还不能随便露馅 得在那继续高冷着 你说的对 是 没错 这个需要练习的 就是怎么样压抑自己的内心 因为跟你本性不一样 平时就是一个警人解 就特别明显的警人解 什么叫警人解 现在有好多新名词 我需要学习 警人解 双二 横竖都是二 就是我能憋得疯的什么程度 就一下的台就不行了 就失去自我了 就实际上在台上都是憋着的 所以这个 所以 所以这个 这种类型的形象 是你现在不需要的 对 现在不需要了 然后 想变成一个 就是让 男的 或者是说一样异性 看着 叉叉叉的 放电 叉叉叉的 要放电 我们这个性别的生物 有看到好几种都会叉叉叉 对 你刚刚我提到的黑丝 它也会叉叉叉 很性感的 我们也叉叉叉 很临家的也叉叉叉叉叉 有一点小女生一点 小女人一点的 小女生 小女人一点 稍性感一点 稍性感一点 活泼一点 子洋你好 刚才你说到 你说男孩都喜欢什么样的女孩 就希望那些女孩叉叉叉的放光 你知道这个叉叉叉放光的 对于男性来讲 其实它不是服装 不仅仅是身材 对 它是一种气场 这种气场其实就很自我的那种感觉 就是我就是我 你们喜不喜欢我没关系 你们喜不喜欢我 那是你们的事 我喜欢我就行 男是喜欢的女孩是这种气质 但是这种气质的前提是 你首先要先找到你自己 你自己究竟是什么样子 要给自己一个明确的认知 而不是先依照别人的标准来给自己定位 你一定要先成为你自己 不要管别人要求你成为什么样 高兴就是高兴 不高兴 不需要为了别人高兴而去装高兴 你就是这个样子 比如今天站在我们面前 你很像个小女孩 很可爱 没关系 你就这样路线一路走下去 但是不需要穿一身蕾丝来告诉我们说 我很可爱 你不穿这身蕾丝照样非常的可爱 谢谢 说的真好 我是觉得 紫瑶的现在这种状态 看起来很温和的这种表面 我的感觉它有一颗狂野的心 只是用这种浅淡的颜色 用这种蕾丝想要表达你的可爱 其实大家会看到了说这个人的这种感觉 表面 就这个衣服跟人不贴 它是两层皮 你适当的 就是我们可以变得温柔一些 都没问题 但是呢 你还要把你内心的那样的什么力量感 要突破自我的一种改变 把这样的东西也可以展示出来 我觉得真正最后那个衣服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大家看到说 这个姑娘好漂亮 这个姑娘好自信 这个衣服是对的 其实它有一些矛盾 它对它的妆感上 它想要的感觉和自身的感觉 还有过去的感觉 整个妆感是有完全不同的想法 所以我 手手也不一样 对 我把它的妆容跟它的性格形容成一样 就是有多面性 从它的妆感我就能发现 因为它告诉我这样的眼线 这样的睫毛 是它自己喜欢的 但是偏偏现在的妆容 非常符合原来的乐队的气质 深邃的眼睛 然后看不见你的这个瞳孔 我们说看不见瞳孔的妆容 基本上会给人一些迷离跟神秘感 对 但是它今天 对 今天不管从服装上 还有它体现给我们的性格 包括它将要完成的这个新的音乐 它想要体现的是一个性感 可爱的女人 俏皮 然后又不识女性的温柔 对 其实这三点说 每一个到了这个中间年龄段的女生 都想要的妆扮 怎么样把它结合在一起 其实妆容是可以帮它完成的 所以今天在现场 我帮它在眼妆上做一个加剪法 让它呈现出 有女人性感味道的俏皮 剪法呢 很多女生眉头其实过于的低了 所以我们想眉头剪掉几根眉毛 就会发现整个眉头 不会将我们的眼 眼头压得太低 这边就会提升 对 我觉得眉头可以改变整个人脸上的表情 没错 对吧 所以眉头比较低的人 就会给人感觉 苦哈哈 对 非常的苦看起来 然后第二个剪法 就是将它的假睫毛去掉 这副睫毛对于它来讲太厚重了 所以想要眼睛看起来比较明亮清澈的话 最好是眼睛的瞳孔要露出来多一些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妆容主要就是教给大家 完成一个清澈的眼妆 然后帮它选一个比较自然的睫毛 夹翘 有调查发现了 90%的男生是希望女生化妆的 真的啊 对 但是你知道男生是一个视觉动物 所以他很矛盾 化浓了不行 化淡了也不 化淡了 他会觉得你没有化妆 所以 真麻烦 化妆是要讲一个技巧 对 像他梳理的一个一个 我觉得这样的话 整个眼神就会被放射出来 其实它的内眼线 我觉得就过于宽了 所以我们帮他再做一个剪法 很多女生就会在上眼瞼 画这样的眼线 其实会给眼睛带来更重的负担 想要变大眼睛 到最后是有点粉末导致 会觉得眼睛更小 那我帮他把眼线去掉之后 现在我们的加法就其实是要在眼尾上 眼尾的眼线其实是可以加宽的 平脱的眼线 平脱啊 对最好是平脱 因为眼睛不管是向下挂还是向上走 只要平脱 我们基本上都可以把眼型调整过来 可以加一些一些很淡的 小珠光 对 你会发现这是一个珠光 应该按理说是膨胀的 但是我会将这个香槟色压在眼尾 其实我们可以发现五官越在中间聚拢的时候 人就是越不会 不会显得非常的好看 所以要放大五官的话 眉毛 眼线 眼影 一定是向外轮廓加重 那下面还有更多的变化 好吧 我们祝大好运 掌声鼓励 谢谢 谢谢 张子瑶 子瑶妹妹 准备好了 还是按照老规矩吧 我们先看看过往的形象 张子瑶其实获得了很多的荣誉 之前是非常有名的乐队的主唱 并且也有不俗的成绩 这次来到我们的舞台上 是希望能够给她打造一个跟以往不太一样的形象 她是直爽的性格 但是她喜欢自己能够再甜美一点 做一个可爱的女人 最好让男人一眼看到就忘不掉 错 希望能够达到这个契机 就是这个时间点 为张子瑶倒数五个数 一起来 五 四 三 二 一 张子瑶 变化特别的大 跟照片上不一样 对不对 真的是形象上是一个刷新 这与她事业的一个转型 或者新的起点也有关系 那之前呢 我们都是禁止他们照镜子 谁知道自己偷照没偷照 不知道 反正呢 我们希望大家 现场的观众 共同来见证 她在镜子面前 感受一下全新的自己 来这边请 三 二 你们先告诉我好看吗 我们 like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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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we like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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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ways like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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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we like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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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受刚才镜中人 你的点评呢 就突然觉得那个不是我 就是真的不是我 我以为自己接受不了 自己这个样子 但是我觉得 自己还是有那个 小女人的一面 就是 还挺那个什么的 哎呀呀 发了起来了 哎呀呀 她好来劲 我们给她音乐响起完成 踢台秀 掌声鼓励一下 um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那平时呢 在这个环节呢 我们都让全球基因大声说了 但是他不能轻轻松松放掉它 因为他是很好的专业的歌手 超棒的 来我们下面掌声 欢迎他给我们带来一首 《如果你不爱我》 很好听哦 谢谢 你从来都没有说过 为什么让我难过 说来说去最后 我不知为了什么没有结果 我的心被你伤过 这一切不是我的错 为什么会这样温柔的话 你从来没说过 《如果你不爱我》 《别放弃我》 《背上我的心》 不想太多 《如果你不爱我》 《就离开我》 《被伤害的我其实很脆弱》 《如果你不爱我》 《给我解脱》 《你犯过的错定在这一刻》 《让所有的人知道我很快乐》 《 calidadающую 64 era》 《不得我》 《欧幕唯一听 》 《非 competitions》 我的心被你伤过 这一切不是我的错 为什么会这样温柔的话你从来没说过 如果你不爱我 别靠近我 悲伤了的心不能想太多 如果你不爱我 就离开我 被伤害的我其实很脆弱 如果你不爱我 给我借口 你犯过的错评在这一刻 让所有的人知道我很快乐 如果你不爱我 别靠近我 悲伤了的心不能想太多 如果你不爱我 就离开我 被伤害的我其实很脆弱 如果你不爱我 给我借口 你犯过的错评在这一刻 让所有的人知道我很快乐 让所有的人知道我很快乐 我不爱我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山西长大的东北女孩 我叫橘子涵 我从小喜欢唱歌 我还喜欢拉小提琴 我觉得唱歌 是我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事情 我觉得我非常幸运的是 在奋斗的过程中 遇到了我的男朋友 然后他也一直在帮助我 现在也是他在打理我一些演出 还有一些工作的事情 因为演出太多了 有的时候可能跑来跑去 没有时间去打理自己服装上的问题 因为可能有些人会讲 你现在应该是更有范儿一些 就是你站在舞台上 给人更多很大气的感觉 但是因为我的确是太忙 没有时间 然后还有就是苦恼的是 我不太会搭配 因为我平常 要不然就是弄一些 亮晶晶的东西在身上 我想灯光打上来会闪一些 有的时候可能会觉得 有点夜店范儿吧 不知道怎么样的衣服 才能找到自己 因为我就喜欢平常生活中 穿的比较简单 我觉得简单 对我来说就是最好的搭配 但是舞台上 需要不仅把好的歌声展现给大家 同样需要把像舞台的装扮啊 气场啊 包括你的舞台搭配 都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来到这个节目 我希望Jai老师能帮我指点一下 能让我更加有气场 能够站上去 就会感觉 哎呀压住那个场子的感觉 菊子涵 欢迎 哈喽大家好 欢迎你 主持人好 我们简单说 就梳理一下你一路长来的这个经历 这个爸爸是你音乐方面的启蒙 对因为我从小的时候 我爸爸就自己自学小提琴 然后再教我 所以爸爸从小就希望你在音乐方面有所发展 对因为我刚生下来的时候 我只要听到音乐 我就会跟着音乐动 然后会说话的时候就会哼 然后我爸爸在我小的时候就喜欢听邓立军的歌 然后只要是我长大以后 只要一听旋律 我马上就哼出来 回到童年 对对 天生的有音乐的这个天赋 不错 爸爸基因给你也赞成了一件事情 但是起步呢是希望 初中是希望你学习小提琴 将来当音乐老师什么的 对 他就希望我能够相互教子 能够当一个老师 安安稳稳的去生活 所以你学小提琴学了多久 几年 我是六岁开始学 学到高中毕业 学到高中毕业 他自己觉得这不是我要走的路 是的 我真正喜欢的是 唱歌 自己改的专业 对 自己就背着班来北京了 没有主意的女生 你看他以前一直是按照父亲的规划 对 去学习的 包括在山西也上一校 对 在山西上一校 背着班就到北京来飘着来了 对对对 飘 我上大学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不想靠家里 因为家里人已经很不容易了 我就自己就出来打工 然后挣学费 自己完成的学业 你要不要现在讲一下这两件衣服 我个人稍微有点这个背词 记不拎不拎 又闪闪闪的 实在是元素太多了 是吧 这一件呢 我觉得就是稍微来说简单一些 比如说我之前我有拉小提琴 然后它会有一个裙摆 然后到时候这样动的时候 然后转身的时候 它会 就标起来 对 我就想到这个 然后上面就是简单的一个 这边又是一个泡泡秀 然后这边不是侧面吗 然后泡泡秀这样拉 另外妹妹真的 它不简单 它不简单 不像小笑的一句话 妹妹 我就是 它哪里都不简单 它真的不简单 它挺繁复的 我觉得比那件衣服 比起来 然后简单很多 我们两个都是直接人 相比较 相较而言 对对对 那这件衣服 我就实在想不通 它好像是摇滚的 这个就是 怎么说呢 零件比较多 对 原来这都是分开的 它是很多零件组起来的 变形金刚 开玩笑呢 这个 这个能穿吗 能啊 可以啊 直接套上 直接套上 然后这样子搭起来 我以为是宝宝的衣服 对 来拿过来看一下 对 可是这个表演 这个就是甩起来 后发摔摔 打扑 走开 尤其是那种 很劲爆的时候 来朋友们 让我看到你们双手 然后滑滑滑 一定是有需求的 来我需求的 对对对 朋友们 让我看到你们的双手 在哪里 它是有市场的 必须得承认 它是有市场的 它这样的话 去好多地方 反而大家觉得 哇好劲爆 好酷 但是你现在 如果再审视 这样的衣服的话 你觉得会有 现在我可能 不会选择这样的 对对 因为我想 就是说 首先我想提高 个人的气场 因为就是渐渐的 包括又出了很多 新歌之类的 然后我就会把 自己的气场 稍微提升一些 让大家觉得 好像有进步了 而且一站那儿 就气场就来了 我希望这样 希望更有气场 其实现在 包括业务的基点 舞台的经验的基点 也到了那个时候了 可以完成一次崩变 当然也感谢 你刚才的开诚布公 再次向你 这个声明 刚才的一切 那个你 你客观的听 并不是否 完全否定你之前 因为现在 你自己也希望 来一场蜕变 子涵你好 刚才你说到 你说你希望让自己 变得更有范儿 对 更有气场 但是其实我的感觉 你已经很有气场了 你已经非常有范儿了 谢谢 你需要提升的 不是这些 你需要提升的是 一个叫做品位的东西 是的 我也是在 就是我苦恼的问题 对 但是这个品位是什么呢 这个品位并不是说 别人看起来 我很牛 别人看起来 我很有钱 别人看起来 我特别出色 品位指的是 你对你自己的了解 以及你对你自己的一个认可 然后再根据 你对你自己认可的基础之上 你在寻找个适合你的东西 这个东西不管是发型 还是着装 还是视频 那么那个时候 那个东西才是你自己的 好 谢谢 加油 谢谢 我带你一起飞 曲子涵 他的音乐 我之前听过 谢谢 他的音乐 实际上非常具有爆发力 声音非常漂亮 我们要来两句 来两句 好 他消失了一百天 你没了笑脸 偷偷躲在里边 他邻居看见 姐妹们你抹了全 要更新一点 不要冷落你的高跟鞋 你和我站起来 飞 away 看谁离合爱 谢谢 让我刮目相看 想不到什么 真是 他们聊的时候跟唱的时候 是两股势力 完全两个人 对 从服装角度 其实他是要把他 人真正骨子里的东西 要把他外化 就是把内在的一些 优秀的东西 要把他外化 我是觉得 原来这件衣服 都可以扔掉了 对 包括身上穿这件 他的声音 非常有质感 而且很大牌 但现在衣服上面 所产生的任何的东西 对他来讲 都是把他所有的 好往下拉了 小女生的那种 叮咛当当的东西 对你来讲也是不合适的 然后太繁琐的 不拎不拎的 闪烁的 所有这蕾丝的东西 对你来讲 都是不合适的 那我的建议是什么呢 就是说 你在后面的 这个舞台演出 包括你选择衣服的时候 你可以选择 更多的对比色 壮色 比如说红配绿 红配蓝 比如说紫配黄 比如说黑与白 因为距离 色彩的距离越远 所以产生的色彩 张力就越强 那么这种强力 就形成他 人的力量感就出现了 好看的眉毛 和时尚的眉毛 和眼睛 一定是两边不一样 因为人的五官 如果两边 完全一样 会很奇怪 对 而且很多时候 在欧美红毯上的明星 为什么不像 咱们内地 或者是韩国 好像大家长得 都很像明星一出来 就是因为 他们有自己的性格 眉毛是表情 眼睛是表情 每一个表情 眉毛都会跟着动 都不一样 所以他的眉毛 本身就长得还不错 只是他的眉毛 真的离眉眼间距太宽 太高 这样的眉毛呢 就会给人显得 整个眉眼间距过宽 眼睛散开之后 中间 虽然眉毛中间 开是对的 但眼睛中间 显得开呢 就是眼睛不够 向中间去了 所以我们可以 靠眉毛 来调整一下 它是要往里 又要往往 好复杂 向里是调整 它内轮廓的立体度 向外是调整 脸型的轮廓 强烈感 所以有两个弥补 有些人需要单向 有些人需要双向 那紫涵今天 这个就需要双向 我们在调整眉毛的时候 眉下线上下拉 就不要再画眉上线了 因为眉眼间距太宽 眉毛上面要降低了 而且想要有力量的眉毛 我觉得眉头可以低 眉尾可以向外飞 这样再来一些之后呢 就是用睫毛膏 把它非常凌乱的 立体出来 对 我上下的眉毛 看起来有态度 因为我刚才听完 它的歌之后 我觉得这样的眉心 会给它力量 这种眉毛的画法 通常在梯台上会比较流行 那天街上碰到一个人 跟我说 目前流行的一句话 时尚界流行一句话 就要有态度 这不是我跟你说的吗 你现在就属于态度 写在脸上了 对 这才是真正的腔调 远比这些杀伤力更大 也更加接近你所谓的 自己要的那个去场了 对 当然只是局部完成 下面还有全方位的打造 好吧 掌声给大家鼓励一下 加油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余里夫人 鞠子涵 鞠子涵准备好了 来吧 通过大照片了解一下 鞠子涵 他一直说 他是一个非常幸运的姑娘 因为之前呢 也是受父亲的熏陶 爱上了音乐 没错 而且很有天赋 拉了很多年的小提琴 然后走上了唱歌的道路 自己也非常喜欢 遇到了很好的创作人 也收获了满满的爱情 而他个人诉求最大的一点 最具象的一点 就是他希望一出台 就有不同寻常的气场 对 而且我们都发现 他其实内心的小宇宙 非常的强大 刚才我后台偷瞄了一眼 真的气场变强大和高级 谢谢各位了 来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 有请菊里夫人 来一起来 五 四 三 二 一 来吧 鞠子涵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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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我的天啊 这个 这个不是开玩笑吧 这个帽子 好有个性啊 而且你看这头是 WiFi信号没法不好 你知道吗 这是我门外汗了 那之前没有让 照给我镜子 我只能告诉你 你要的那个气场 一定是散发出来 但具体精准不精准 还得你自己来判断 来我们掌声鼓励他一下 我们去照镜子了 准备好了吗 一 四 三 三 二 这是我吗 不是我 这是我吗 太感谢了 太感谢了 谢谢 我觉得这就跟一个魔法镜一样 完全不敢相信 我觉得跟之前 我换了一个人一样 真的 哇 真的太神奇了 真的不敢想象 人生变了一个人 哎呀呀呀呀呀 来吧 点评一下镜中人 要知道她是对这个要求 很明确的人 来点评一下刚才镜中人 我觉得那不是我 绝对不是你 那就是我专辑里的 距离夫人 那么接近吗 对 我觉得完全就像是 从画面中出来了一样 不敢想象 那她是妥妥地 完成了自己的愿望 我觉得她这个造型 去拍她专辑的MV 一点问题都没有 对 我说你这通吃的 对 我觉得完成一个范儿有了 有了吧 你现在不是气场的问题 感觉到了 你就是霸气啊 你现在我刚才说了 你不是气场 你是信号的问题 现在有信号了 不再这么逗人家的 来玩音乐 想起完成自己的 T台秀掌声鼓励 这边 那么下面我们给你个机会 好好地让大家领略一下 你即将推出的这一支 Gilly夫人掌声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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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听到你的声音喝吗 Gilly夫人 Gilly夫人 你是多么了不起的女人 君临不认 都像我身边图红之恩 君临不认 君临不认 你是多么了不起的女人 君临不认 君临不认 都像我身边图红之恩 君临不认 你是多么了不起的女人 君临不认 君临不认 都像我身边图红之恩 我叫泽让纳姆 大家好 我也是藏俘 我叫河穆 莎德里 我觉得我最大的幸运就是能来到北京 能加入这个组合 能认识两位这么好的朋友 可以说是一辈子最好的朋友 在北京 北漂 带着自己的梦想 在音乐道路上 充当的人特别多 最幸运就是我们三个能一直都是做一件自己喜欢和自己有缘分的这样的一个行业嘛 往后我们再坚持自己的梦想 这么多年一直不离不弃的一起过来 那么我目前是非常开心 往后也希望以后我们能继续往下走下去 到老往后可能说老了以后我们几个的孩子带上以后 也可以在一起唱唱歌 这非常开心 来到这个节目呢 首先是我们组合呢 三个人都有 有个爱好 一起来设计服装 一起来打理我们这个演出服之类的 来到这个栏目 我们希望我们的服装 就是民族 在我们的民族这些文化不丢掉的情况下 能再时尚一些 这样的话民族和时尚结合在一起 以后更容易让广大的这些观众朋友能接受 往后呢 希望在造型上也有一些改变吧 欢迎你们 欢迎 那我们一上来就要有一点我们民族的特质好不好 你们此时最能表达你们心情的歌 随便来两句 慕や慕や慕や 卡塔卡入门 一路一路 这些不拉 卡打卡布 爱一声中 爱一声中 要管我们别录了 我们就跟他唱歌吧 真好 真好 真的好好听啊 和你声音的配合 而且之前没给他们打招呼啊 刚才真是张口就来啊 可见 作为一个组合配合默契是特别重要 雪山狼马什么意思在藏语里 雪山狼马就是雪山上的歌舞 歌舞 他们现在很火的 那参加好多综艺节目或者演出邀请很多 谢谢 这个事业蒸蒸日上 来到我们够时尚 为什么来够时尚呢 此行的目的 我们也想要时尚一把 时尚一把 队长你最可爱的是什么 他还信誓旦旦的那一个领结 我一直在关注他的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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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他立志要加上去 立志要加上去 戴这个就时尚了 对对对 请允许我们先这么简单的认定时尚 好可爱 他的功劳是大大的 而且呢他的加入还有一个重要的职能 就是此人呢 还有负责服装设计 对对对 好多面拿 我就是喜欢虾膏 我自己喜欢嘛 这都是你的功劳吗 就一些 这些都我们自己做的 而且布料啊所有东西都 自己去选自己去 对对对对自己去买自己去做 你现在给你们团队设计演出服 你的理念是什么呢 就是民族加现代结合 其实我们服装不止这一套 还有很多就是 那边摆的那几件 你可以就差不多 对对 然后我们组合就 比较主要的颜色是蓝色和白色 现在身上穿的这个 对对对对 这个组合最早的服装 那个时候是 所以是条件非常 有限 有限 不好 晚会我们 连夜 三天三夜不睡觉 就再 买了一条风扇机 200多块钱买他风扇机 就开始搞 自己做 对对对对 三天三夜以后呢 那个衣服弄出来 其实 我们的想法是对了 就是想要那种 时尚和民族结合的 结果做出来以后 就那个质感 做工都特别 做工好 必须得承认 那是另外一个工种 那是很专业很复杂的 但是也理解你们就是 任何这个组合 包括你刚起步的话 恐怕很难得到 专业的支持 也没有那个金钱基础 诈费苦心在这个形象上面 也只能自己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那说到你们如何跟时尚来结合 我想起来好像前两天 我看到一个朋友圈里发的一组照片 是一对藏族的小夫妻 那其实从那些照片当中 我们看到什么呢 我看到一个元素是 这两个年轻人特别会玩 对吧 在城市里特别会玩 玩车 甚至玩起了直升机 包括去逛商场 去参加各种party 所以说那对你们来说 我能给到的心理建议如何变得时尚 就是你们要在你们的生活当中 跟时尚贴得近 就是要学会去玩各种时尚的东西 包括化妆服装 它都有很多很多时尚的 好玩的东西在里面 当你们能够在城市里 能够把这些时尚真正玩起来 真正变成你们生活的一部分 你们自然就时尚了 你们不用去追寻时尚 时尚的感觉 就会融入到你们的气质当中了 加油 谢谢 我带你一起飞 刚才我看到了哈姆说他的作者服装设计 其实他出来了以后 我从自己心里来讲 我还心想震撼了一下 非常有趣 而且他们刚才说到了定位 我也说一个组合希望最终定义是白色跟蓝色 就这两个颜色呢 我会认为很适合你们这个组合 我倒是希望你们在后面的这个发专辑啊 或者说演出的时候多用这两种颜色 舞台上我倒觉得三位的这个可以尝试的风格还是挺多的啊 我唱的是民族的歌曲 但是我的衣服未必非得是说一定是民族的 你可以在某一些配饰上加入一些民族元素 可以形是非常非常的细化的 但在装饰上有点点中国的味道 就是说要么你的形很中国 然后呢你的你的这个这个材质你就要更现代 要么就是说你的你的材质就是非常的这种现代 但是上面要加入中国元素就结合起来 我觉得不管哪一种只要把度把握好了 其实都都可以跟你们三个组合都是没问题 他们的妆容 像今天自己画的淡妆我觉得就已经还不错的 因为每个少数民族能驾驭的妆感 跟一般人可能驾驭不太一样 而且像刚才你们说如果想要民族跟现代结合 太多这样的组合了 太多藏族的组合 都在出来唱歌 那我觉得整个组合不一样的感觉 比如说你服饰上已经有民族的质感 那妆发上我就觉得可以不要民族的感觉 对 完全可以现代 为什么因为你们的气质放在这儿 我常说化妆是帮我们挖掘内在的气质 如果你们的气质已经体现出 跟你们的唱歌曲结合的时候 是已经是有少数民族的感觉和气质了 那妆容跟发型我们就可以偏于现代更时尚 然后呈现一个不一样的真正的 我们就通过大照片了解一下过往的形象 小数民族歌手组合 藏族 这三位歌手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不仅歌唱的好人好 而且多才多艺 他们所有的衣服都是自己做的 太厉害了 但是总是希望寻求突破 怎么可以将民族的跟现代的结合在一起 做一个很好的混搭 是是是是之前问他们的要求 他们的要求很简单 就两个字 时尚时尚又时尚 对不对 我估计这次能够满足他们的愿望 一起为他们倒数五个数 五四 三 二 一 十三 哇 好美 好美 真的好美 你们跟别人不同 别人是一个人 不给镜子打死照不到 你知道吗 你们是三个人 可以相互品评 比以前帅多了 比以前 我觉得非常漂亮 来 那个妹妹 我觉得就是干净利落 干净利落 对 哥哥你好幸福 谢谢 我们一块来照镜子吧 这边请 掌声鼓励一下他们 准备好了吗 三 二 好多蝴蝶啊 你好像配角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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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快乐 好快乐 回来了 回来了回来了 你知道吗 两个女生在那美美照镜子的时候 她真的好多鱼 哈哈哈哈 咱们旁边就这样 哈哈哈哈 发型 我今天非常喜欢 啊 因为有点 有那个 发哥 周永发感觉 哈哈 由发根滋润到发烧 你喜欢很广告啊 周永发的那个 发哥 你喜欢发哥是吧 奔起来了 呃 我觉得 就是今天 故事上给我们打造的这个形象 我非常的喜欢 第一 这个服装的颜色 非常的干净 哎 然后妆容也非常的干净 哎 非常喜欢 还有两只蝴蝶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看她们可爱就在这儿 你知道吗 她高兴就直接 就直接 很直接的 你看笑跟跟跟 有本人停下来 停下来 哈哈哈哈 来男兄 队长 啊 我们一直的梦想 就是一直也希望尝试一下这样的一种感觉 时尚 今天来到购物时尚 完了购物时尚吧 给我们的这个机会 我们三个真的时尚了一把 其实我们不能说保证你们有多时尚 但至少我觉得是满足了你们的要求 对对对对 因为你们希望来一个大改变 是一种新的尝试 对满足你们这个尝试的愿望 嗯 呃 我觉得就是一直想要一种改变 然后呃 在舞台上我们因为是那个呃 呃 常常的歌曲和那个穿的衣服会少说名字的多一点 然后今天能够在舞台上这样穿自己想要穿的衣服 然后穿自己想要发型和妆容 你快笑出来了 你快笑出来了 这么清爽的衣服 然后感觉就是觉得哎 感觉特别好 我们还是完成规定动作 替台秀音乐响起 掌声鼓励 我听台秀音乐响起 得了 对他们也行 比标那个高音要难多了 会不会 真的很难 你一定要提出批评 你根本 不理他们的 根本不管那两个妹子 是不是 她直接咔咔咔 站在那一叉腰完成任务 你俩妹在后面直接追你 追追追 对 刚才尽管你们有不协调的地方 但是大家依然是鼓励的掌声给你们震耳欲 谢谢 谢谢 那接下来就是你们回报观众的时候了 好吧 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雪山狼马组合带来一首 我爱唱情歌 掌声鼓励 我爱唱情歌 是山人的情歌 我爱唱情歌 故事那么多 我爱唱情歌 慢慢慢慢慢慢 我爱唱情歌 这是我的歌 我给你微笑 你给我拥抱 我们的歌唱 全世界都知道 我唱着情歌 你跳着舞蹈 环绕着喜马拉哈亚 蓝蓝的天空白云飘望 心中的冲马要来到 你叮了湖水梦中交往 就让我闯进你的花 我爱唱情歌 我爱唱情歌 是山人的情歌 我爱唱情歌 故事那么多 我爱唱情歌 妈妈妈妈妈妈妈 我爱唱情歌 这是我的歌 我爱唱情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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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跳着舞蹈 我爱唱情歌 我爱唱情歌 是山人的情歌 我爱唱情歌 我爱唱情歌 满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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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唱情歌 是山人的情歌 编曲倒吟满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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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光是因为他们最重要的是 努力和坚持 我们也希望真的能够帮到他们 包括来此行来到购置当 对于每个人而言 都是一种新的突破 需要勇气的 那时间差不多 最后借各位的掌声 感谢一下我们坐镇的 三位专家老师的辛苦付出 谢谢你们辛苦了 谢谢 当然同样也要感谢 现场观众你们太热情了 谢谢你们给自己鼓个掌 最后要感谢电视机前 您的陪伴 本场节目就这样 保持号星期下周再见 谢谢大家